这个函数 Dative这个函数他主要能做什么 他背后他有一些参数 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计算 那首先第1个他里面能做什么 后面有列个表 主要是能够 如果你要算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话 你可以用Y 月用M 那D的话其实有几天 不过实际上他比较有帮助的其实就是Y跟M D的话其实 你可以两个日期相减就可以了 OK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1个 如果我想知道 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年的话 那当然我如果我们 可以用几个方法第1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刚刚讲过的那个什么日期时间函数里面year year能不能做可以按确定你会把这个year 2006 然后你怎么样减掉什么 减掉这一个year 这个year我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贴到后面 OK然后把这个b3改成a3 这样就OK就是 2006年减掉 19 82 26年 OK这个方法呢 可不可以可以 可是呢 问题啊他有一个 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year减year的话 如果你这边的假设是 10月 12他已经满了 OK可是如果你今天是8月12的话 那也就是他其实没有满 理论enter的话应该这边 如果你是 还要去 算到月跟日的话 那可能特别是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就不OK 那怎么样才可以 算出正确的结果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 学会一个叫 DATIF的函数 但是DATIF函数 他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他不在这个清单里面 你会发现DATIF没有 但是呢他有支援什么 支援就是相容模式 所谓的相容模式可以用打的 等于 DATIF 他比较麻烦一点 的地方在这里啦 不过当然会有同学会问到说 老师那为什么他明明就有 为什么不能在清单里面直接像其他函数吗 主要原因是有专利的问题 因为这个函数呢最早是在 Excel 的前面有一个 更热门的一个软体叫Lotus123 因为最早 四串表都是用那个软体 是Excel后来呢他有Windows Lotus123以前在DOS啦 不知道各位对DOS DOS黑白的画面 如果你摇头表示你年代可能比较后面 如果你点头的话表示你应该有点年份的 因为那已经超过30年的东西啦 然后后来有Excel的话呢 因为他Windows 比较方便 可是问题是Excel他要兼顾到以前的人的使用习惯 OK 所以他把这个DATIF拿进来 但是有专利问题没办法放到清单里面 所以我们就直接 直接用打的 OK 那他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可能就用打的DAT 所以可能要 记一下DAT DIF OK这个不要拼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拼错 拼的什么DATA 不要拼错DAT 加DIF OK 然后前刮五 三个条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前面的日期 就是 1980的这个 所以前面日期 豆电 第二个日期 就这个日期 豆电 第三个是你要比什么 如果你要比 相差几年的话 记得给他一个字串 字串符号字要打双以后 这个一定要打 然后按Enter OK 各位可能发现 这个时候呢 结果就出来 25 26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一额减一额 他算出来是不会管 月跟日的问题 但是呢 DAT 他会 所以如果你现在再把这个改回来 改成10月的话 Enter 他就被26 也就是如果你满的话 他才会帮你下1 如果 不过当然以后你要试你的那个 规则 你那个栏位的规则 如果说不管 反正呢 我就看年 其他不管 那你就一额减一额 但如果你要看的话 那你就用DAT 这可能你要试你的那个栏位 实际上的逻辑 你不能说 全部都用DAT 另外的话呢 一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那放到底下 去 用 那个什么 把这个Y改成M OK 那这个 这个改一下 改成4 这个 A4 跟 B4 如果 算什么呢 他们两个相差几个月的话 几个月最麻烦 为什么 因为几个月的话有大月有小月 然后又有28天 有没有29天 有没有润年又多一天 之类的问题 OK 那不过如果你不想管那么多的话 你就通通交个什么 交给daily不叫 然后这边有M 就大工 打勾 两个相差几个月 打勾 313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要用什么 用其他函数 跟各位讲 应该是很难的 OK 几乎是做不出来的 你用慢死 除非是你要一耳 减完之后剩下还要算慢 太麻烦了 所以干脆 你用这个daily不就简单多 尤其是算 月的部分 那这来的话算几天 几天的话其实我们当然把这个公式复制下来 然后我把它改成D 这个改成D的话 两个相差几天 9554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不用这个daily不去算天的话 我刚刚讲过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直接等于 后面的这一天 减掉 前面一点日期 打勾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有没有 日期减 因为它里面就是一个数字 数字减数字 结果就是总共仓仓仓仓几天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特别最好 daily不算日 这个其实 可有可无 没有没有关系 OK 那再来的话 后面这 这几个 比较特殊 那什么呢 特殊呢 YM 意思就是说呢 你算完年之后 还剩下 就是 差几个月 比如说像这个好了 如果我用那个 Dedif来算Y的话 应该减完之后 应该26年 可是后面 还有剩 应该还剩一个月 相差 10月12月还没满 所以一个月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相差 剩下来的一个月的话 那你可以用YM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向下填满 然后把这边改成YM YM Enter一下 里面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就是你找的找的那个 剪完之后找的月 一个月 有没有就是意思说剩下 你 那等于就是你已经满了26岁了 然后你又多一个月了 最后 YD我们先跳过 MD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年算完26年了 然后月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月 然后还有剩下还有 找的还找几天的话 那就用MD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呢 我们直接把向下填满 然后这边把它改一下 这边改个MD 意思说呢 算完年 算完月之后 还有剩下的天告诉我一下 OK Enter一下 就算完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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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